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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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吃点螺素斋 然后再烧个香 拜个活 蛮不错的 蠢是招地回来了 带哥 水风 昨天多亏了你了啊 高姐 坐坐坐 那个 你看见了还记得哈 像我们这些做官的人哪能真喝醉了啊 没水 你座长跟谁喝酒啊 喝那么不好 昨儿啊 我碰见一个日本朋友 是宪兵处的一个处长 非拉着我喝酒 你说我为太太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赢面啊 就豁了她十四拳 全权她都输 可是咱是懂规矩的人呢 每回啊 我都陪她喝一杯 这不 太太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给我喝一颜抽 我昨天买了盒三炮台 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师哥 我这是美丽 差点硬 你凑着抽 哎呀 临走的时候呢 她非要送我 你说咱能让她送吗 咱还拖人家办事呢 她就拍着我的肩膀啊 夸我 非常的游戏 大大的游戏 是游戏 大哥 你就是有这个本事 甭管是什么人 几分钟之内 这关系好的跟亲哥俩 亲哥俩都比不上 你看我大哥那德行 你跟你大哥要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哥呀 你知道黑市吗 那个 当然知道了 我这些天 一直在跟我那些特务朋友 做黑市的生意 你其实不知道 我们家是我养 不是我哥 他挣那点工资够养我谁啊 结果呢 他还嫉妒我 我晚上出去做生意 他偷偷地跟着我 让我臭骂一顿 今儿早起来跟我怂气 我告诉你甭给我甩脸子 把老二惹急了 我谁也不养了 没想到 你这朋友还挺多的啊 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介绍啊 你大哥别的本事没有啊 摆个十桌八桌酒席 厂面 堂会 那你大哥还是满行的 大哥 只要咱哥俩在一块干事 北平城就没别人了 找个人来 我要过堂 我是冤枉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把我关那么久 干什么呀 找个人来 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去 你妈的 给我吃什么东西啊 狗屎啊 找个人来啊 什么我呀 我是冤枉的 冤枉的 找个人来 我要出去啊 出去 听见没有 快奚 无论 找个人来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扶你 你既然到了这里 就应该把以前的事都忘了 你做天皇的一杆枪 天皇不会亏待你 你知道 从这里走出去 你只有两条路 趾高气昂地走出去 谁见到都害怕 口袋里塞满了钞票 人人都羡慕 要不 从后门横着抬出去 就像那河南姑娘一样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 不会听不懂 我说的话吧 我要求我妈妈 我要求我妈妈 我听说过你妈妈的事 你变成我们的人 救你妈妈不是更轻而易举吗 你稍稍立电宫 我们一定把你妈妈放出来 到那时候 全北平的人都要害怕你 去吧 来 快点 快 跟上 跟上 快 快点 快跑 快 跟上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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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快快快快快 快点 高地儿 高地儿 你看 这活哪是你干的 你来来 我来 高地儿 这个 你这儿还有什么脏衣服没有 我帮你洗啊 高地儿 别发宠 多等等我好 咱们大家就多好 好 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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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啊 我说冠先生 您这房子不能老让我给您建房去 那个 日本人跟我要 我就得跟您要 您要是不给 哪天把我的房子也封了 好嘛 那我可受不了 冠翰啊 看你这架势 这是又到哪儿喝去了 今天老英国府请客 好 这老美国府 老德国府 老法国府的人全都来了 我摆完台 我累得我腿都抽筋了 这福膳先生 留我吃晚饭 剩下这半瓶洋酒 让我尝尝 要不你尝尝 你尝尝 不错不错 如今是得拖上个外国人 这是洋人的天下嘛 要不我说冠先生 这马糊涂里就你最明白 明白 慢点儿 大哥 你等着瞧 早晚我也得弄一个 特我当的不可 那时那时 那才是挣钱 都是糊涂蛋 还做梦想吃日本饭呢 在多人脚底下 不吃日本饭 那是地道的糊涂蛋 你来刷 你让我摆个十桌八桌酒席嘛 我还能对付 让我刷锅洗碗 对不起 刺药没学过 大哥 大哥 还没睡呢 你这两张还挺清楚的 我来 我来 谁呀 大嫂 是我 大嫂 大哥 还没睡呢 大哥 我睡不着觉 想这本书看看 好 谢谢大哥 不行 咱们俩得换个地方 老儿一直以为我在黑市做生意 他和特务走得太近了 得小心一点 老儿真是闹心死了 你说给他娶房媳妇 会不会好一点 他跟我说了好几次高地儿的事 高地儿 高地儿不是那种人 又不是大翅膀胖橘子 也是 行了 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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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这样对我啊 我是所长知道吗 我是你们官所长知道吗 我对你们是忠心的 就是说 放 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啊 哈哈哈哈 小妖精 臭娘们 我死了你 你来干什么 臭不要脸的 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大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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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今天 小翠 你来干什么 你倒了血没了吧你 你再打我呀 你打呀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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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了八辈子没了你 你呀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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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优伶九 二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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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 不好意思 109 到 很好 你现在已经结业了 但组织对你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个是你的证件 你想不想回趟家呀 这里的命令 禁止组织成员回家 禁止组织成员与家里人有任何来往 你的任务 就是把这里的相片一一记在心里 这些人 都是破坏中日友好的间隙 你的侦察点在火车站 你有权抓任何你怀疑的人 你说说吧 你还有什么要求 能不能发给我一支枪 那 要看你能不能经得起组织考验 我警告你一句 不要以为出了这个门 我们就看不见你了 有其他成员的任务 是专门盯着你 他们可是配着枪的 你知道吗 我可不愿意失去个好学生 是 你不愿意失去 我跟你说 我得到我 这是 你什么时候 我得到我 是 我得到我 你被奖不得到我 你知名言 你知名言 我得到我 我得到你 走 万一 公知 我得到你 活干 不况是我呢 让我去当女招待 陪那些日本人喝酒 我哪能干那种缺德事啊 所以 这冬装啊 也穿不着了 我就把它当了 换点东西吃 您应该去找找李四爷 或者来找我 我们虽然没什么钱 还是可以帮你们两个 您和李四爷帮我们家 已经太多了 我哪还有脸 再求你们帮忙 有时候想 这就是我妈的报应 她正黑心前 欺负人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劝过她 那些吃的穿的 不都是遭孽得来的吗 你家里人 都还好 我爸还是老样子 跟您家二爷啊 天天看相聊天 我看他们俩 都快能到东安市场摆摊了 我妹 半个北平城我都找遍了 还是没她的消息 我妈 是死是活 也只有日本人才知道 好 Better 没事 高帝儿 危急 你再这样下去 会不会拖死 是 要是有一天 你想离开北平城 为国家 做点有用的事情 你可以来找我 徐大爷 那可就谢谢您了 我早晚得离开那个家 到时候 我一定会上门来找您的 那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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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豆 香烟 老豆 香烟 麦香烟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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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豆 香烟 老豆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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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帮一次演唱 见个活 这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打到香烟了 香烟了 先要烟吗 把箱子给我 喂 香烟 香烟 打到香烟了 先烟了 干什么 你们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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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你动一枪打死你 快点吧 把他带走 走 走 香烟了 香烟 阿德门香烟 开香烟了 到达到达香烟 阿德门香烟 回来了 爸 他把他带走 到时候有点茶水就好了 靠弟啊 明天呢 对疯的一个特务朋友 给小孩过周岁 我们去复宴 靠师傅 我给你弄点好吃的回来 很久没吃酒席了 对了 胖了几个呀 靠不够买份礼品的 爸 你坐哪儿 我有话跟你说 说什么呀 不就金云翰这个庞的事吗 你甭管 我对付她 啊 哈哈 她到咱们家的时候 跟条狗似的 我跟你妈都不拿正眼看嘛 啊 现在都要出庞走了 你以为我怕她呀 她要走上她啊 在我们家里面 爸 我告诉你啊 我找了一冬天的活了 我尽力了 可是没用 现在我们驳不下去了 你说怎么办吧 依我看啊 估价是个好办法 找个好人间 你和你爸都多我饭吃了 爸 你想得也太好了 爸 我嫁了人 你就有饭吃了 要人家不养活你怎么办 要是我嫁出去怎么办 人都这样 幼年的时候吃父母 长大了 做了官 吃老百姓 这人老了呢 就该吃儿母了 至于嫁给谁嘛 我现在还没想好 瑞峰肯定是不行了 太穷 跟我一样 没当官的命 最圈倒不错 英国府的人 全家有主了呀 碰着急 慢慢来 慢慢来 你除了把我卖掉 就没别的办法了 怎么着 你不想养活我是怎么着 你妹妹要是在 我能跟你一起过生活 你想气死我啊 你 爸 咱们别吵了 行不行 我嫁人 可眼下我是嫁不出去呀 就算有合适的人 那也得一年半载以后吧 眼下 咱们是活不下去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会卖是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到底在说什么 说清楚啊 要不然 就让我给我卖去吧 对不起 高丁 爸爸也是 也是没办法 妈 这是宝宝 我不生气 这是宝宝 这是宝宝 宝宝 已经输了 好 七旦奶奶 进来吧 来 谢谢七大奶奶 七大爷 你说得对 恐怕我得走了 走吧 我支持你 那你爸怎么办啊 他不值得我管 要走也不容易 还是有困难的 第一是路费 再就是出城的手续 还有就是要治苦受罪 走吧 走了 总被蹲在这儿有希望 过去 童方就跟我说过 要和我一起逃出北平去 可我那生还小 还贪吃现成的 不过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除了我这条命 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你放心吧 七大爷 有你这句话 我做定了 这些钱你拿着 七大奶奶 这个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七大奶奶 拿着吧 不是客气的时候 是啊 拿着 拿着 这也没多少钱 先出了城再说吧 齐大爷 只要我能活着出去 只要我能活着出去 我将来一定 怀念这份恩情 七大奶奶 七大爷 我走了 搞定 你要是出城 遇到了困难 可以去找一个人 你 谁要 烟卷 烟卷 快点 看个烟卷吧 我们的姓爷 老刀姓爷 来 立方姓姓 烟卷 来 这边的轻卷 你看个烟卷 来 烟卷 来 烟卷 烟卷 来 烟卷 烟卷 行人了行人了啊 老刀把烟卷 小刀 在烟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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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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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发什么袋呢 没事 我没事 有点神 发豆花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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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姐 走 让一让 让一下 让一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要去哪儿 爸呢 说话一句 你怎么穿成这样 妈呢 完了 我告诉你 你上哪儿去 上天井 上天井干嘛 找着事做什么 什么事儿 这个你不用管 我得赶紧走 站住 不说你走不了 为什么 我参加了日本特务团 专管车站逃走那样 你 你忘了吗 是怎么死的了 你难道一点好歹都不知道吗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老老实实回家 我要放了你 对不住天花 我就得受罚 我是你姐姐 那一样 就算我放了 别人也不会愣着不动手的 你跑出去干嘛呢 你跑出去干嘛呢 参加反日队伍 还是参加共产党 他们不会让年轻人逃走 你知道吗 与其将来是一个威胁 现在还不如一枪打死人 走 赵定 你干嘛呀 不是我 走 拉开我公格斯 赵定 你听着 你要再跑我就不客气 这个车站天多地无 没有证件谁也出不去 你好回家 走 赵定 姐姐 来 拿着 你等着 等着我给你找事要做 大 我就算是饿死了 也不得日本人放事 胡子 把他带走 走 来 师父 去搞花森 来 就这儿 谢谢啊 来 高地儿 来 前先生 前先生 姐姐啊 前先生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谁告诉你的 齐大爷告诉我的 他说 我要是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 让我来找你 你的情况 我听瑞萱说了 你是个好孩子 对啊 父母是不能自己选择的 你也不用太内疚 啊 这都是报应 嗯 报应 不是高地儿 事在人为 不要心报应 贤伯伯 我该怎么办啊 招地儿 他又去当了日本特务 还让我去当 怎么办 不想 那天 女儿 不想 我 你有胆子去吗 我就算有胆子去 我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啊 你呀 只想到了事情的一面 没有看到另一面 假如你有胆子进去 那就可以帮我们很多忙了 不是很有用吗 那 我也得等着招弟叫我 他叫我进去 我才能进去啊 话是这么说 可是你要是真的进去 被日本人知道了 你马上就没命 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胆子而已 有 好 现在日本人 管得越来越严了 他们想把每个城市 都变成一个铁筒 生怕别人出去 拿了枪来跟他们作对 你先回去吧 至于 你想离开北平 我慢慢给你想办法 秦伯伯 我以后上哪儿去找您啊 你再来的时候 你到后院去 那儿有个和尚叫明月 是我们刺激人 你见到他 要先说尽兮自止 要不然哪 他是不会相信你的 你随时和瑞萱商量 他有胆子 心思也细 我知道了 这就好 我下期待啊 我下期待了 你都没有 我下期待了 我下期待你 我下期待了